寸仙 寸仙 寂仙生 是我的身 同的知恚 寸仙 寸仙 寂仙 寂仙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邵棠 是隐藏在都市的灵媒师 我能够与灵体沟通 这里是我的酒吧 也是灵界和人间的交界床 麻烦给我一杯冰水 小姐 天气这么冷 喝点热水吧 不 冰水 谢谢 小姐 你还好吗 我 我没事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和我说 说不定我会帮上什么忙 说出来 你也不会相信的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不会相信呢 我说 我遇到鬼了 你会相信吗 邵老板不好好工作 再至于撩妹啊 我这是在沟通顾客 与商家之间的感情 来不成之 这个小姐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的存在 所有的妖魔鬼怪 都是人类的精神是一起幻想出来的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该打烊了 请回家吧 回家 不 家里有鬼 我就说嘛 这种事说出去 怎么会有人相信呢 不用管他 我信你 少唐 我警告你 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 我有我的人身自由 你凭什么管我 凭什么不让我插手 我就是不让你插 凭你欠了我五千块钱 那我还插定了 你插一下试试 试试就是 那你插呀 插 你插呀 你 你那 这个小姐 你不用管他 把你的事情告诉我 我或许会帮你解决的 你 真的会帮我 你是什么人 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 总之 我会帮你 我叫苏宇 是一家影视公司的门啊 半年前 我认识了一名理发师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一个月前 我们同居了 小语 你头发真美 是我美还是头发美啊 你比头发还美 张扬 你会为我输一辈子头发吗 我会为你输一辈子的头发 照顾 小语 我回来了 张瑶 你过来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吧 这 这是谁的头发 还装 这屋子除了我以外 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女人 小语 你在说什么 张瑶 你以为你活在旧世界吗 一夫多妻 还是说我要给你纳个妾 小语 我听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这是我今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扫出来的头发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头发 你说 这是谁的 在想用什么理由跟我解释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头发 或许 是这屋子的钱主人留下来的 你那当我三岁小孩吗 我刚搬进来的时候 亲自打扫的房间 绝对不会有一丝灰尘 张瑶 我们才同居不到半个月 你就把人领回家了 小语 我发誓 我真没有领人回家 我对你绝无二心 那头发怎么解释 我白天上班 谁知道你白天会做些什么 小语 我每天都比你回家的晚 你不信 明天可以去查一下楼内监控 我白天的时候绝对没有回过家 好啊 转扬 那我明天就去查查 relationship 你再次发余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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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一位高人说 这住宅啊有仙家居住的 说他开罪的重仙 高人叫他亲戚就重仙为了 以我之身 同你之身 创新创新心生 以我之身 同你之为 创新创新心生 就是这样的 我拼命地跑出来我不知道跑了多久 不知道跑到哪里 跑到口干舌燥 正好看到一家酒吧 我就进来了 听你的叙述 你是请床仙 被床仙缠上了是吧 是 他是鬼吗 床仙是一种由于特殊原因还被束缚在床上的灵体 一床木偶等座位没见 实现与人类的沟通 准确来说他不是鬼 你们怎么帮我 我没答应帮你啊 疼疼疼 对了 我男朋友应该回家了 我担心他会遭遇不测 你别急 我陪你回家看看 你真的可以 我爷爷我爸爸那可都是天使 当年灭池妹除汗拔 全大僵尸脚踢白骨 乱葬岗上抓利鬼下手道理杀妖魔 我们家可是这方面的行界 你干什么 啊 我 我牙疼 忍着 谢谢你 那我们走吧 站住 你要是敢去的话 这个月的欠款可就要还利息了 小哥 你不要这么没有爱心好不好 因为伟人曾经对我们说过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你是同志 你财而同志呢 我们走 大师 这鬼要花多少钱啊 不要钱 不过要你身上的一件东西作为交换 什么东西啊 你的寿命 寿命 你放心 我只要你一年的寿命 你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少唐 你等一下 苏小姐 上面是我的车 你先进车里 等一下 我和少唐有些话说 好 少唐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好不好 我也不借她的手 老周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总之 别去犯险 老周 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刚好苏小姐的灵魂和你的灵魂完全匹配 为什么不试试 我是担心你的安慰 要不 我陪你一起去 好 放心吧 有我们在 小语 你回来了 张扬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他们是 张扬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会一些驱魔方面的知识 我把事情都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来给咱们看看屋子 小语 我不是说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 你今天的药还没吃 先把药吃了 吃了就好了 二位挺晚的了 就不留二位喝茶了 请回吧 张扬 这屋子里真的有鬼 我没有幻觉 小语 你别这样 你听我说 第一呢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第二呢 只要人不怕鬼 鬼也会蜕避三射的 况且 不是有我在吗 张扬 我怕那女鬼会伤害你 二位也看到了 小语最近压力特别大 请你们不要再吓我她了 张先生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不妨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二位 这里是我家 如果你们还不走的话 我就会报警 告你们私闯民宅 张扬 好 我们走 周俊驰 苏小姐 你不用担心 我刚刚看过了 这屋里 根本没有女鬼 幻想 是被我们吓走了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可是 我总觉得很不安心 苏小姐 请您放心 我保证今天晚上 一定不会有事 沙唐 我们走吧 老周 听我的话 走吧 老周 那个张扬真有问题 那个张扬没有什么问题 老周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下车吧 我已经搬到你家去住了 搬我家 为什么呀 这人间的钱呢 也不好赚呢 我搬到你家 你开不开心 张扬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这屋子里真的有鬼 小语 我相信你 但现在你听话 我去拿药 先把药指了 等我找好了房子 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真的吗 那你快点找房子吧 我真的不想住在这里了 好 别害怕 有我在 我去拿药 先吃药 搞定 婷婷 我的被子呢 你的被子被我拿去洗衣店了 要过好多天才能拿回来呢 那我们两个要怎么睡啊 一起睡了 难不成 你要和我睡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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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们两个大男人 睡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赵婷婷 你在搞什么呀 你是唐哥跟我在一起睡 会不舒服到你 可是你忍心让唐哥一个人睡在客厅吗 外面那么冷 好了 我要回房间了 你们两个也早点睡啊 不要出来哦 我们这怎么睡啊 这怎么睡啊 反正咱们又不是没睡过 老周 说真的 咱兄弟两个 多少年都没在一起睡过了 想想还真不习惯呢 要不然你去客厅吧 喂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语 叫做禁地主之一 没听过 谁说的呀 你爸爸还是你 我倒是听过一句话 叫确之不公 客厅 请吧 滚蛋 小雨 吃药 沙唐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如果是不允许我插手 那就免谈了 沙唐 这件事不是你能管的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老周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 我怕过危险了 沙唐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事情受到伤害 老周 你八字喜情是同龄之体不祥之身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恶运缠身 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一定要为你延续生命 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老周 我只想永远永远地和你在一起 沙唐 可是 我们已经失败过很多次了 老周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 就陪我一起 凭咱们的革命情谊 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 我就不信 我斗不够天意 好吧 相信你也能感觉到 苏雨家根本没有害人的恶灵 但的确有灵体出现过的气息 所以 你怀疑害人的不是恶灵 或许 灵体的气息 是在提醒我们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过 张阳说让苏雨吃一种药 或许 那药才是问题的关键 药 那这么说 想要害苏雨的不是恶灵 而是 张阳 糟了 那苏雨岂不是有危险 沙唐 你干什么去啊 去苏雨家 我跟你一起去 走 婷婷 你在干什么 我 我是怕沙唐更冷 我想问他需不需 不需 沙唐 等等我 你们干什么去啊 为了两个小队 我真是吵碎了一个心 张阳 我吃了药之后 头好晕啊 本想让你再多活几天 没想到你去警方什么 那我就不得不让你去阴间提前报道了 张阳 你对我做什么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 苏雨 你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现在是时候发挥你的价值了 怎么办 没有事啊 这就很尴尬了 少废话 专前而入 我们现在都有肉身 那怎么办 我自有神气 你平时没少干这事啊 狐狸的鬼 是我的女朋友美露 她绝症而死 我要让她借着你的身体复活 走 住手 救命啊 救命啊 大阳呢 我让她绝了 跟着我了 走了 送地了 走 我们会来吧 哥 堂堂哥 家里只有这个了 赛堂 累了一晚上了 去点吧 怎么了 堂堂哥 不开心啊 这个张扬只是一个普通人 瞬间一动对于他来讲 想做到并不容易 我在追张扬的时候 张扬无法分身 但当时苏小姐就已经遇害了 或许 张扬的背后 另有主谋 我看了你 这招转了 这招转了 我们的手 这招车的赛逛 这招逛 这招逛 这是个小小的 这招逛 这招逛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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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早啊 早啊 唐唐哥还在睡觉啊 对啊 他昨晚挺累的 不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你们两个昨天晚上相处得怎么样啊 你懂的呀 你个小丫头 你说你一天想了待着都想些什么呀 以后啊 没事别老看一些 不屑实际的毕业小说和漫画行不行 对了 芸汐回来了 芸汐 他找你了 嗯 等人啊 等谁啊 素语的事怎么办 素语的事暂时还没有线索 你是不想管了吧 行 你不管我管 反正素语的事我是接定了 你也甭管我 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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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星期间 请你 我们接啊 好 嘞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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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拆我CP啊 输可忍 审不可忍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堂堂哥 你可真是大心大非 小妹我实在是佩服 面对强大的劲敌 你我应该同仇敌开 共同进退 不行 我要给我个打电话 让她抓紧时间回家 都要给你 小妹 放线 我喜欢 我做的 我喜欢 我玩了 我像是 我还没来 我还没来 俊驰 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吗 芸汐你先放开我 不 我怕我一松手 你就不见了 留下来陪我好吗 芸汐你喝多了 好好休息吧 周俊驰 你真的这么无情 你把我们的过去都忘了吗 我没忘 还是说 你有了新人了 是 有了新人了 你满意了吧 我真的要走了 我不 不 我都这么主动了 你留下来陪我一晚上吧 好吗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堂堂哥都给你准备好错译板了 你再也不回来 今晚就出大事了 少堂吗 你们关系似乎很好 我回去了 俊驰 俊驰 少堂 你们都在看什么啊 哥 你过来 怎么了 你身上又踏的香水味 哎 拆CEP不能忍啊 坦白从宽 你和俊驰 你和俊驰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呀 赵婷婷 你这个学期 是不是挂科了 是不是谈谈个恋爱 是个小流氓 你是不是还欠我点钱 爸爸的书房 是你放火烧的吧 那个 那个堂堂哥 我回房间看我书啊 学习书我快乐 这学习书我进步 我回屋看我书啊 哎 老周 少堂你听我说啊 不用说了 我都懂啊 男人嘛 有点需求 急不择时 也是正常的 我和芸汐没什么 有点什么 又能如何呢 那是你的事 对吧 我只是送她回酒店而已 然后 不用跟我讲细节 都是男人嘛 什么程序还用细说 喂 云小姐 我女朋友身上出现了石斑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啊 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问我 我为谁去啊 云小姐 话不能这么说 当初我们说好的 说好什么 你们不过是我的试验品而已 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现在要去负责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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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迟 叫我 芸汐 芸汐 她出事了 俊汐 我好害怕 没事了 没事了 你怎么了 这屋子里有鬼 我刚刚在洗澡 那鬼就出现了 他张开血盆大口 找我锁密 我想打开门跑出去 可是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 好了好了 我们换一下酒店吧 可是那鬼已经插上我了 我好害怕呀 罗周 你怎么这么没有神势风度啊 芸汐 跟我们回家吧 在这儿也不安全 回家至今晚有我们在 来来来 芸汐姐 快吃水果 谢谢 俊池 你真的相信我 我相信 说真的 这种事情要不是亲生经历 我真的不敢相信 俊池 我该怎么办 去什么东西才成年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只要一个人躺在床上 一闭上眼 就是感觉我自己被什么东西绑住了 那个东西还跟我说话 我一睁开眼睛 又什么都看不到 俊池 我该怎么办 我好怕呀 我实在是不敢一个人睡了 芸汐姐 多吃水果少说话 你看你这么瘦 多吃点啊 要不今晚我住客厅吧 芸汐和老周 你们两个要不要叙叙旧 那怎么能行 芸汐姐还是和我睡吧 正好我也想听听你和我哥的恋爱史呢 可是 要不还是我住客厅吧 没事 芸汐姐还是和我睡吧 那妖怪晚上又是来找你怎么办 放心 我长得辟邪 那方便吗 绝对方便 绝对辟邪 那好吧 你想干什么 芸汐小姐 我希望你能解决一下我女朋友的身体问题 不然的话 我可是知道很多你的底线 你不要再烦我了 你信不信我会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听芸汐姐这句话的意思 恐怕你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吧 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让她活下去 她活不下去 你也别想活 芸汐姐你在干什么 我 我在 我渴了 想出来喝点水 我屋子里就有水啊 我想顺便再去趟洗手间 那你去完了吗 还没 停下你怎么出来了 我也要去洗手间 那你去完了吗 去完了 那就好 那我去了 少堂 少堂 你替我办一件事 办成了 我就把你女朋友的灵魂放到下一个容器里 我怎么信 信不信随你 没成交 芸汐姐 田田 早啊 叫你哥他们去吃早餐吧 快来吃吧 你这是太好了 他们两个特能睡懒觉 每天都睡到很晚才起呢 每天都饿着我 我去叫火哥 吃饭啦哥 我来吃饭吧 老周 你看看芸汐多贤惠啊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知道珍惜 要是我 我早八太大叫娶回家了 一大早上坏了这么多 老周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来 跟我去 什么 啊 啊 嗯 哥 我今天啥也不想吃了 就想吃狗粮 俊池 你今天能再陪我去趟酒店吗 我有些东西昨晚没带出来 嗯 可以 谢谢 来吃早饭了 芸汐 我跟你说 我们家老周把它就这样 哎 你们谈过恋爱你应该知道 他每天都是这么一副性冷淡的样子 但是人还是不错的 他呢 穷二代 你呢 海龟 你们俩简直天遭地设的一段 我想 俊池现在心里已经有别的人了吧 别闹 我跟他天天在一起 我跟你报个料啊 他都好几年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 沙唐 我这还有一把你吸过我的线条呢 我奉励你不要话太多 你看看你看看 他还不让我输了 老周 老周 老周停车 我看见张洋了 你确定你没看错 你确定你没看错 他这个人 少跟金 肯定我看错了 走吧 我肯定没看错 老周你怎么这么怼我 没怼你 你就是怼我了 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追张洋 你打算这么追出去吗 你先陪雨汐回走店 我开车去追张洋 我开车去追张洋 芸汐 你都拿什么啊 芸汐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来 走 分开看 分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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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小明如爱国和平友善 家爱国境夜婚 保佑保佑保佑阿弥陀佛 唐探哥快点醒过来 唐探哥唐探哥快点醒过来 唐探哥快点醒过来 唐探哥唐探哥快点醒过来 田田 你怎么也被抓过来了 你们醒了 你果然没安好心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少唐 你说你哪点好呢 值得周俊驰对你爱护有加 还有你赵婷婷 你明明是她继母的妹妹 而我对她那么好 她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为什么 我付出了这么多 却连我想要的都得不到 而你们轻易地就拥有了 这不过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就直说 别怪我摸叫她了 我想 要你的这具身体 我想要成为你 成为别人 你永远都是别人的替代品 即便拥有了一切 也始终不是你的 况且 你以为全世界 就你活得最痛苦吗 也许有些时候 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才有着更加不为人知的痛苦 成为你姐姐 你开心了吗 看着她曾经拥有的一切 你是不是更加嫉妒 更加愤恨了 你早就识破我了 好啊 少堂 我现在就成为你 这样的话 我就能和俊治 天天在一起了 喝下的 她就会吞噬你的灵魂 到时候 你这具身体 就归我了 你别伤害她 你有本事冲我来 伤害一个小时候 你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老娘开怕 你闭嘴 你别 唐当哥 唐当哥 快醒醒 唐当哥 唐当哥 你快醒醒 唐当哥 唐当哥 你快醒醒 唐当哥 唐当哥 你醒醒唐当哥 唐当哥 还来 Pourquoi 郡池 你爱我吗 你说话啊郡池 你看看眼前的我 你还记得 这个爱你如命的芸汐吗 郡池 我们重新开始吧 好吗 云洛 别装了 郡池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云小姐 该是你 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好笑 我要兑现什么承诺 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啊 识相的赶快滚 云洛 云西可是你亲姐姐啊 做自己难得不好吗 周俊驰 你很聪明吗 这么快就识破我了 是你破证太多了 周俊驰 你看我 你看我的脸 和我姐姐的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对待姐姐那样对待我呢 你最大的破绽 就是误会了我和你姐姐的感情 我和你姐姐是挚友 而非情侣 你说你没看过婷婷看的那本漫画 可那种类型的漫画 恰恰是你姐姐推荐给婷婷的 你以为自己成为了云西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云西 你姐姐 是你害死的吧 你都知道了 没错 是我害死的 她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公主 亲人朋友间的宠儿 明明我们长着一张极为相似的脸 可没有人会关注到我 我从小就是姐姐的附属品 我过够了 姐姐有什么 我就要有什么 包括得到你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个活死人 拥有一切的代价这么大 值得吗 云洛 快把烧糖和丁丁放吧 晚了 你恐怕再也见不到烧糖了 我为他吃下了药 现在他的灵魂 在一点一点地被吞噬 很快 我就可以拥有他的身体了 你始终不是烧糖 也始终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 赵俊驰你别说了 就算我得不到我想要的 我也不会让烧糖得到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过得那么好 我什么也得不到 这不公平 你以为烧糖过得很好吗 他是灵魂师 他会活得很久很久 一直活下去 他不快乐 因为他在拥有无限生命的同时 也失去了人类最珍贵的时间 我不管 我就要烧糖死 云洛 我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妖魔还是鬼怪 你要是敢伤害少唐和婷婷 我绝对不可放过你 少唐被你藏哪儿了 你说 他被我困在结界里等死呢 好美好婷婷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婷婷 我要不开 张阳 你是个叛徒 是你先违反契约的 现在苏宇的身体已经开始恶臭了 是是你害惨了我们 没有我每路要会死 他得的可是绝症 他就该死 这么说你也该死 你占据着你姐姐的身体 你早就是个活死人了 你看看你脸上的事 已经产生排异反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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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曼哥 怎么办 这应该是个结界 我们被困在结界里了 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别急 这段小事拿不到 我不带你出去 刷糖 你怎么从节线里出来了 芸汐 你太低估我和老周了 你难道以为我们是普通人 那你就大错大错了 你知道我和老周是什么身份吗 我们可是灵魅师 你的药对我没用 谁都跑不掉 老周 我们无论如何 都懂过命运的安排 刷糖 下笔子见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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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没有眼力见呢 我要扫地 起来点 好疼 我才轻轻地踢了一下而已 可是我的脚受到震荡 直接传导给我的后背和心臟 你 我现在可是伤员 别忘了我这都是为谁受了伤 给我倒水 行 你很厉害 老爷 请喝水 好好干啊 干好了有奖励 我不干了 我要上班去 不许去 不许去 老爷 小的还要养家糊口呢 放过小的吧 我不放 平毛听你的 我还就不干了呢 好痛 好痛 你就装吧你 没装 真没装 老周 你要干什么 宫南寡南共处一室 我还能干什么 你这是在玩火 大骗子 对我有非分之想的时候就不痛了对吧 我要上班去了 看来是时候让我出马了 喂 婷婷 唐唐哥 我哥被一讯不认识的人抓走了 什么 他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 他们说要见你 见不到你的话 就抽走我哥的寿命 你快去看看吧 好 马上过去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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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唐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还好吧 有没有受伤啊 赵婷婷 按下来 坐下 推 4 5 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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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13